大狼人杀完成真人版的时空穿越,绝对是场最刺激的游戏体验,不仅能够获得猎人一样的怪力神权,甚至连女巫角色都能身临其境感受其魅力,而这正是刚刚上映的法国电影《狼人杀》。 几天前的一家人正在陪爷爷消遣姐们,虽然患上老年痴呆的老爷子根本不懂这些,可儿子姐或母为了应付那定期的家庭聚会,还是给父亲发放了游戏身份的牌子,儿媳妇耐心地讲解游戏的故事背景,但大女儿却已经打算离开,毕竟比起这些无趣的聚会,她更在意自己的社交平台能不能长更多粉丝。 一场美好的家庭聚会不欢而散,而就当所有人离席做自己的事情时,那个游戏的盒子却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没多久房内开始了一阵晃动,老年痴呆的爷爷还以为德军又杀毁了法国,而就在几人钻入地下室的时候,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房内便会归平静。 一家人爬出来才发现原本的别墅荡然无存。 甚至连屋内都更像是格林童话中的小木屋,而更重要的是,大女儿克拉拉也不知所踪,几人漫无目的地在附近寻找她的下落。 可在平原的远处才发现,多仅是自己的房子有了变化, 恐怕整个巴黎都已彻底地轮件。 你们有什么预测? 有点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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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被眼前的情况搞得一头雾水,他们怀疑是不是正在被某个影视城所捉弄。 随着人群的涌动,一家子来到了广场。 老爷子决定要和那个警长讨个说法,但这是突然开始的行刑一事。 却是让几人觉得这样的表演异常真实。 截获母拼了命地带着一家老小奔走 起初父亲对儿子所说的真实斩首抱有质疑 但当尝了一口那新鲜的血液才发现 这次的他们是遇到了真的穿越 而这时一名士兵突然对几人的奇装异服发难 父亲本能地挥出拳头 这才发现整个事情好像有些不大对劲 回到家的众人开始分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承祥老爷子不仅分析的头头是道 甚至连那本十老年痴呆的症状都完全消失 而这时突然一个镰筐无辜从柜子上掉下 屋内的罐子也在不断坠落 众人慌了 想到穿越也没想到会遇见幽灵 直到这时一排蚊子出现在桌面 截获母才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女儿克拉拉 拉尔撒出一些面粉在空中 没想到女儿竟意外成为了隐形人 但是为什么他们听不听的? 你听不听的? 不是没有 不是的 我没看见他 我没有看到他失去的尖尖 你不是这里吗? 你们在这里吗? 我们在只是窍着 我们我们在窍着的房间 我们在窍着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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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计的 不只是警察 我们是有艾术 我设好了 我设你的东西 我设计了 有点点一个弓 啊 我设计 谢谢 好 我设计 我设计 我的工作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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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n enfant Venu gran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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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ès bie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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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bêtes arrivent Entrez chez vous Les bêtes arrivent C'est la nuit Les bêtes arrivent Les bêtes arrivent J'ai faim Je sais ma chérie je cherche 经历此事的老阿尼克明白了些什么 爷爷为什么会力大无穷是因为她是猎人身份 而克拉拉在之前的游戏中是小女孩 则自然拥有隐身的能力 但是自己在玩游戏时的身份是盗贼 却到现在也没展现出对应的能力 杰霍姆立马询问父亲 既然这个游戏盒子是在仓库找到 大家到底如何才能回家 可老爷子却表示只知道是从祖上传下来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则是杀光所有的狼人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如果是我的狼狼狼 不要管, 别管, 谁都可以打开 他没有关系 你知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没有看见啊 没关系, 我们就不过 我会议到脚, 其实 我孙子, 我们就说 你会说尔尔尔尔尔尔尔 你能看看你的故事嗎 她介紹了你 她在一個人分離一位全是輪廓的 好,,最紅了 不,我太愛你了 不,我愛你,就愛你 好,你 你还在 Christmas 你久不见不见 经历一天的折腾家人们都已沉睡 可这时的克拉拉却离开了房子 原本的他只是口渴想寻找水源 起料夜木匠名下 却出现了三只狼人 隐形人向父母求救有狼人出没 怎料这时的妹妹竟突然变脸 原来她就是四大狼人之一的小狼仔 然而不巧的是家中刚好有一位猎人 还未来的几小狼仔反应 她便成功被一家人急晕 隔日天亮的小女儿终于恢复人样 一家人也明白了 必须尽快了解事情的真相 小儿子总觉得自己的身份肯定有什么特技,便决定试试盗贼的能力如何运用。 奇料谨慎的铁匠立马察觉到了不对,身为盗贼的西奥只好一路逃窜。 与此同时的解惑母本想寻找关押在监狱的先祖,可劳头却对那名巫师失之以鼻,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先祖怎么成为了巫师,但眼下在疯狂的中世纪两人只能选择离开。 没多久大女儿出现在父亲面前,原来刚才本想露一手的西奥居然走丢了,怎料这时那名凶恶的铁匠突然出现。 有了儿子的超能力,众人决定发挥他的作用。 大女儿偷了狱卒的帽子让西奥变身。 而就当女人询问丈夫的祖先有关狼人杀的事情时,男人却声称那不过是自己无聊的发明。 至于他们怎么从未来穿梭到现在,他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女人好奇为什么这里会出现狼人,可先祖却说,不过是在三天前收留了魏幕生人。 自那以后,城里就开始出现野兽攻击人类,但除了知道他是名男性以外,便再没有更多的线索。 了解了内幕的一家人再度聚在一起。 根据游戏的规定,显然是要除掉四名狼人。 这场游戏才会彻底结束,而除了已知的女儿是狼人外,其他三名却不知所踪。 男人声称自己是名艺术家,是他们的邻居,虽然听这群未来人的对话有些难以理解,但他却有法子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引行人。 只要克拉拉身体附着调制好的黏土,就可以如同正常人一样在外行走。 视频中文字幕ие for列公战 数字幕董 敬勿 超�干 nostra 就好了 我現在要做到最後 我喜歡你戴上 這,這,這個 這很漂亮 這就是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這就是一個小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但這不是太多了 嘿 不然這樣 有了可以外出的身份 一家人再度来到广场 父子称内安保的长官声称抓到了狼人 但上次武杀的事情却让民众有些失望 女人不断解释自己是无辜的 可男人说她17岁都没有结婚一定不正常 这一说法让中世纪的民众立马要求判处死刑 奇料就在长官挥舞着宝剑进行处决时 那个少女的面颊镜突然布满了毛发 老爷子挡在了孩子的面前 就在狼人即将发难之际 一根箭矢一面射进了他的胸口 老人缓缓走到羽人的身边 看着那握在手中的狼人身份证明 一家人终于拿下了通关游戏的一血 但随着烟幕降临 另外两只狼人也现身成阵 只有独心术的杰霍母还向上前逞狼 但却被大女儿拉向了一棚的角落 虽然二者都是没有进攻性的超能力 但这种能力如果被合理利用则更为可怕 大女儿表示 其他的狼人也一样 明天只需要在村民中找到其他狼人 就可以杀了他们 再拿走他们的牌就可以了 在中世纪曲办一场跨时代的演唱会 没有吉他就用刘特勤代替 沙哑的嗓音配上独特的曲风 很快民众就成为了杰霍母的忠实粉丝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却是为了营救妻子 几分钟前的女人靠着线索本药盘了妇女 奇料对方告知身上的伤疤是被丈夫毒打造成 拥有现弹与性思维的他立马决定要讨回公道 哪成想自己的一番言论 立马成为了中世纪人们眼中的异类 被关押的妻子希望丈夫一行尽早离开 毕竟只有抓到那些狼人才有结束游戏的可能 可杰霍母却说父亲在刚才已杀死了一只狼人 现在只要再抓到一只就大功告成 夜晚的家人们聚在一起 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 可听闻儿媳妇遭遇的事情后 众人一致地认为应该先行将她救出 隔日杰霍母慢力地在刑场演奏 这也为隐形人女儿终取了时间 趁着行刑台上士兵都在为杰霍母喝彩的空档 女人坐上了变身成马夫儿子的坐架 当士官发现后方已空无一人时 他才明白所有人都中了杰霍母的吊独离山之计 纠缠那么一点杰霍母就杀死了自己祖先 而皮耶尔这时提出建议不妨躲进教堂 毕竟在那里有他曾经挖掘的密道 哇 但哪成想就在众人寻找那个秘密入口之时 突然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 烟雾散去 众人才发现那竟是仅剩的一只狼人 一家人做好了正面抗衡的准备 可狼人的力量却比想象中还要强大 虽然几人和立下狼人就要被拿下 可这时守卫城镇的长官却出现在了这里 紧急情况下一直被忽视的小女儿突然变身 虽然狼人状态下的他根本没有理智可言 可在母亲的歌声中 他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小巧的身影不断对着狼人攻击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幼小的女孩终究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随着小女儿狼人身份的卡牌出现 也证明了他彻底死亡 但这却让身为母亲的女人特定身份瞬间觉醒 紫色光芒与黄色光芒的转换 让小女儿再度重获生机 而这时众人身上不断发光的卡牌 也证明了一家人成为了游戏中的胜利者 一番有好慰问下 结获母一家准备回到未来 可皮耶尔确实分感谢这一家人对她的启发 并透露出自己的真名其实较大分歧 随着最后一张卡牌插入游戏盘 众人终于结束了这场游戏之旅 虽然没有拿回什么有价值的物品 但结获母父亲在清醒时写给她的一封信 却让当儿子的他受益良多 一周后的结获母家族来到卢府宫参观 虽然先祖没有按照他的意思购买画作 但结获母却留下了他曾来过的足迹 深夜派对上两人因琐事发生争执 推丧中不小心撞到了沙发上的同伴 诡异的是对方竟毫无反应的直接栽倒在地 雷哥见状连忙趴到地上急救起来 小黑也没心思再打架 赶紧报警求助 可奇怪的是 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 而狐朋狗友们因害怕全都逃离了此地 没办法雷哥只能跑进屋里找其他人帮忙 这才发现床上两名同伴竟也悄无声息地没了呼吸 接连的变故让他瞬间懵批 阎盟捂住口鼻逃了出去 雷哥认为肯定是某种气体系漏导致的 继续待在房子内将命不久矣 二人赶紧将三具尸体抬到车上 接着飞速尸往医院 他能否再抢救一下 可来到医院后 他俩却惊悚地发现 此时走廊上静密密麻麻的全是尸体 但情况紧急下 二人也没多想连忙求助 医生安娜听后立马带人出来查看 随即便直接确定几人 已无抢救希望 而尸体也只能先暂且安置在车里 因为今晚医院也有大量患者离奇身亡 现在他们的人手设备严重不足 只能等警方到来后再做详细调查 没办法 只能不安地在大厅等待起来 而无人接待的病人们也只好闭眼休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外界所有紧急通讯全都联系不上 感到不妙的院长 直接抛下众人先行离去 安娜只能无奈地转身望向护士 对方表示自己可以在此帮忙 但工作一夜的她必须先休息一回 却不知这一睡就将是永眠 很快雷哥便率先察觉到了异常 他看到睡着的老头此刻进口吐白沫 很明显是失去意识的症状 她见撞连忙起身呼唤对方的家人 可下一秒女人竟也无力地瘫乱了下去 听到动静的安娜连忙跑过来查看 在见到如此棘手的状况后 赶紧跑到休息室想叫醒同事帮忙 却发现对方不知何时竟也失去了心跳 诡异状况将几人彻底搞懵 再加上始终无法与警方取得联系 安娜立马意识到外界可能也发生了变故 想到着他们赶紧驾车前往市区一探 看究竟而不出所料 整个小镇多安静的可怕 安娜尝试着朝空中开了一枪 但即便如此 仍无任何人寻生出现 为了进一步验证几人四下查看起来 发现所有人都在睡梦中失去了生命 安娜推测着可能是某种由睡眠触发的新型病毒 而现在肯定还有夜间工作者尚未入睡 必须以某种方式警告所有幸存者保持清醒 小黑立马想到可以通过广播传递消息 可就在准备出发时 车子却倒霉的损坏抛锚 但恰巧雷哥女友在此时接通了电话 刚提出分手的凯迪以为对方想挽留这档感情 不耐烦地表示自己刚下夜班 等睡醒后再说 随即不等雷哥说话便挂断了电话 焦急的他等不及车子修好立马狂奔起来 HOWarde estas吃 있지만 186 00 930 烦地呢 好好吃 烦 Rocky 烦 烦 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在女友睡着前赶到了对方家 但面对着离谱言论 凯蒂根本不信 所幸此时安娜二人已赶到电台 将事情及时告知 并让所有幸存者前往医院会合 可听着广播里传出的消息 凯蒂的表情却逐渐惊恐起来 雷格听后连忙让女友进行催吐 终于赶在肠胃消化前将药吐了出来 可即便如此他仍担忧不已 普通人不睡觉坚持三五天便已是极限 并且到后面身心都会出现大量病症 必须得在此之前找到解决办法 终于赶 可回到医院后却发现并没有人敢来 只在病房里找到个不停哀嚎的老太太 对方被癌症折磨得始终无法入睡 但恰好也是这种疼痛让琪保持了清醒 几人见状也不忍告知真相 只让凯蒂时刻陪伴防止她睡着 而其余三人则准备解剖个死者 看能否找到线索 可刚上手安娜便惊奇地发现 本因冰冷的尸体骑头部却极热 并且随着解剖 脑袋里更是冒出了大量热气 而随着她将头盖骨彻底先开后 才发现死者脑袋液上 竟有个三角形的烙印 还没等安娜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的雷哥却彻底惊恐起来 原来凯蒂之所以打算和她分手 是因为几天前撞见雷哥深夜梦游 当时无意识地 她在胸口刻下的证实这个图案 雷哥也不知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 就在思绪混乱之际 凯蒂找了过来 无处倾诉的她终于讲出了埋藏多年的秘密 原来她自幼便经常做噩梦 梦中不但会出现漂浮在天空的巨型鲸鱼 地上还有群面具怪人在不停靠近 并且随着梦境越来越频繁 鲸鱼开始逐渐陨落在地 而那群怪人的身影也越来越近 等来这些年随着年龄增长 她已不再做梦 但不知为何最近一段时间噩梦缺在此显现 凯蒂这才知道男友竟承受了这么大痛苦 可正打算安慰两句时 小黑却跑了过来 她看到安娜竟把老太太带到了扫描室 并将门反锁 几人连忙在门外大声质问起来 安娜称自己已将实情告知了老太太 拎不久已的对方决定入睡 帮安娜调查出真相 她也是思虑良久才下定的决心 所以才将几人挡在门外 她一起用事的他们浪费了 老太太用命换来的机会 对方自愿牺牲让几人再没有理由阻止 很快安娜就从扫描出的图像分析处 老太太在死前脑组织又明显波动 这也意味着对方是死于噩梦 依旧没有结果让小黑彻底崩溃 但安娜的实验并非毫无所获 想到什么的雷哥连忙询问 老太太是睡着后多久身亡的 雷哥表示既然是死于噩梦 那就证明这诡异事件肯定和自己有关 也许她入睡后就能在梦中找寻到答案 说罢便将自己的事告诉了大家 台地听后当即就否决了这冒险计划 而安娜却觉得可以一世 要不然到最后大家也都得死 但毕竟雷哥已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 为防止意外只允许他入眠两分钟 然后不管如何都会马上将其叫醒 长时间没休息的雷哥 没一回便进入梦乡 等再次醒来时 他又回到了那熟悉的草原上 但这次雷哥发现自己腿部静绑着条铁链 不论怎么用力都无法将其从地上拔出来 他就这么被困在此处待了好几天 口干舌燥的他想喝水 但却怎么也够不到 此刻雷哥心中在想 怎么还没人将自己叫醒 就这么不知过了多久 远处终于是来辆汽车 只见一去是多年的母亲从车上走了下来 手中还端着那梦寐一求的水杯 可雷哥接过来后才惊恐地发现 那水不但浑浊 中间还有个三角形图案 虽然他明白这东西有问题 但饥渴的身体还是让其忍不住想要喝下去 就在此时 雷哥突然感受到一股注视 那面具怪人竟在此出现在不远处 本一陨落的巨精也重新腾空显现 母亲也如同电影角色般到退回车里 随即男人才缓缓走到雷哥面前解释起一切 原来其母是由一个名为梦魇怪物幻化而成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并解决雷哥 大量灭昂的人类便是被其在梦中所杀 而他们才是对趟梦魇的善良族之 四处寻找精神力强大之人加入一起对抗 只不过雷哥始终抗拒并躲避他们 雷哥终于有惊无险地从睡梦中醒来 安娜称 据他入睡已过去了两分半 可无论怎么呼唤都叫不醒 他都打算用肾上腺素刺激他了 身体恢复后 雷哥迅速将梦里发生的视角了出来 可大家听后却纷纷质疑起来 首先那个阿里斯特阿岛距他们这极远 就算飞过去 最少也得17个小时 而只有小黑学过一段驾驶飞机的课程 并且他已经将近60个小时没有睡觉 更不具被担当驾驶员的条件 如果在空中出现任何问题都无法脱身 但这次凯蒂却选择无条件支持男友 其余同伴在雷哥劝说下 最终也决定放手一搏 他们立马开始整理起物资 可此时凯蒂的疲倦感已慢慢涌现 并且这种感觉一旦出现便很难压下去 雷哥连忙掏出此激性药物让他闻 但就算这样仍无法让其保持清醒 眼看着女友即将睡着 焦急的他直接一记肾上腺素炸了下去 强烈刺激终于使对方清醒了过来 此人有惊无险地赶到了机场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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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在重温使用手册核检查阳箱后 也顺利驾驶飞机登上了高空 在宽室的宽室的宽室 可不久要效过去后 凯迪便再次坚持不住 而这次任凭他们使出任何手段也无法将其唤醒 凯迪就这么倒在了黎明到来之前 但几人根本来不及悲伤 随着煎熬的时间越来越久 所有人都开始慢慢展现出了疲倦感 小黑的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起来 他只能不停撕咬身体让自己保持清醒 但即便如此 依旧无法抵挡那股困意 没办法安娜只能给他也扎了一针 这下立马让小黑彻底还了过来 并且为了防止出现什么意外 安娜还递过来一把手术刀 让他再必要时 用疼痛来保持清醒 而此时雷哥也即将坚持不住 安娜见状赶紧将其唤醒 几人就这么相互监督着又挺了许久 终于看到了下方那梦寐以求的岛屿 可还没等高兴 小黑就发现件恐怖的事 他绕了几圈 发现岛上没有能降落的跑道 现在只能在燃油耗光前迫降在海面上 他们听后连忙回到作为上级好安全带 随即在颠簸中紧张地不停祈祷 幸运的是 迫降角度良好 飞机并未解体 几人全都有惊无险地爬到了岸边 不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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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你了解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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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很快远处便有人闻声赶了过来 看着他们紧张的神情 老头连忙表示放宽心 倒杀有神力庇护 梦魇影响不到这 在见过岛明安逸的生活后 几人终于放松下来 看着对方依旧有很多疑问 老头称岛主会为其解答所有疑惑 很快雷格便见到了所谓的岛主 原来此人就是在梦中指引他的男人 而在老马解释下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原来梦魇早就想入侵这个世界消灭人类 但地球也有守护神一直在暗中保护 那头巨精就是守护神的具象化 可随着守护神被击败 世界也随之沦陷 只有这个岛还存有仅剩的神力 但没有一人冲破阻碍成功抵达这座岛 守护神的神力就会恢复一些 而精神力强大之人能使神力恢复更快 看着雷格依旧低沉的情绪 老马安慰他不要绝望 当务之急是好好休息一番 等明天起来再继续详谈 看着头顶黄缓飘过的巨精 雷格终于安心地进入了梦乡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世界各地本以身亡之人却纷纷苏醒 瞳孔中还闪耀着那诡异的三角形红光 很明显梦魇要控制他们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而巨岛屿最近的凯蒂 此刻已悄悄爬向岸边 顶级杀手在执行任务时 镜头却被美女挡住 他迅速调整状态 静静等待射击时间 可就在这时 挫杀无辜之人的汤姆屏住心神 重新找准机会 终于击毙了目标 接着 两人迅速收好工具 安设定路线逃离 可保镖很快就追了上来 他们只能走安全通道 不料途中突然出现一对母子 为了防止伤疾无辜 肯特率先出手 一举将对方击毙 此时警方也匆匆赶来 就在两人以为可以溜之大吉时 迎面就撞上几个警探 经过短暂沟通后 汤姆趁对方搜查之际抢先动手 因为要是被抓住 那他们面对的肯定是牢狱之灾 虽然对方人数占优 可这次面对的却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两人也不敢耽搁 在解决这几名警探后 又从高楼一跃而下 接着躲上塔车 用不遮挡住身体 在几名保镖追来时 他们随着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成功逃脱 可汤姆却深陷自责之中 因为那名女子在见到她要开枪后 却仍然挡在男人身前 这让汤姆深深怀疑 这次任务的真实性 觉得目标并非奸恶之徒 就在他们争论之时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他们老板毒风 显然对这次的结果 有点不满意 因为他的犹豫 差点让组织暴露 汤姆却在这时提出刚刚疑虑 可针对这个回答 汤姆并没有真正认可 于是提出休息一段时间的看法 跟肯特道别后 他便来到深山老林隐居起来 不想再参与江湖市 即使好友约了妹子打来电话 他也视而不见 甚至连老板的通话 他一律通通挂掉 可没想到刚过一回 又再次打来 他只能不情愿地接起电话 等汤姆再次露面 肯特已经等候多时 可当他听到汤姆做完这次就要退休后 刚刚兴奋的表情瞬间全无 可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任务却让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经理带领下 他们来到酒店最豪华的套房 可出于职业原因 汤姆立马起了警惕之心 为了打消一律 经理又给了他一张卡片 原来是毒风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次任务 所以特意将房间升级 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们 但考虑到安全 不管经理把风景说得有多好 他都执意要经理把阳台的窗帘拉上 因为对面钥匙有狙击手 他们降成围火靶子 带经理走后 坎特立马变得愤怒起来 可汤姆却趋一已决 因为自从上次是杀那个红衣鱼子后 他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得知缘由 坎特也不再争辩 希望好友能早日走出阴霾 I'm sorry Fuck I thought you'd throw an epic shit fit to be honest I do love a hissy fit Yeah you do Yeah you do Really I am but This is it then This is it Nothing lasts forever right We got what Two days before we have to be out in the boonies You know what You are a good friend I also have a humongous ego 就在这时 门银突然响起 原来是老板担心他们无聊 特意叫的上门服务 而且还对上了这次任务的暗号 汤姆这才愿意放他们上来 Come on up Bro Bro 此时肯特也一扫刚才郁闷的心情 You're going to miss this man Tell me you're not going to miss this Hey Sorry You mind closing the drapes please 见来后 小红感觉拉着窗帘很是奇怪 便要打开欣赏夜景 可汤姆却连忙阻止了她的动作 后面结果也证明她的判断非常正确 Over here Come Okay 没多久 经理又带着一个服务生 前来给他们送晚餐 可就是这么普通的两人 却暗藏杀鸡 在跟小红交代完之后 她便悄悄走向阳台位置 然后不顾汤姆劝阻 直接推开了大门 汤姆突然察觉到不妙 几人纷纷躲在掩体后面不敢冒头 确认狙击守卫之后 汤姆连忙找到遥控器想要关闭窗帘 然而就在这时 另一个服务生却突然上了过来 此时两人也不再管对面的狙击手开始互拼起来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服务生的实力竟然不在汤姆之下 一直都是稳居上风 就在所有人都感到不妙时 服务生却被对面误杀 可还不等他松懈 之前那个服务生又冲了过来 显然是要将这几人的性命都留在这里 然而他们却小瞧了汤姆 作为一名顶级杀手 他还没失败过 随后扎住机会 拿起花瓶就砸在他脑门上 不料对方却压住了遥控器 窗帘再次打开 紧跟着就是一发子弹 你还好吗 对 对 对 我还好 我还好 保持住 好吗 保持你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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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瘋了 对 除了我们瘋了 为了降低对方观察度 汤姆和肯特同时打碎身边台灯 但又不能全关 否则对面拿出热像椅 那他们藏身之处就全部暴露 随后肯特取出皮带 将小绿的手包慢慢拉过来 接着拨通老板读封电话 把这里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汇报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叫来的不是支援 而是更加勋猛的围杀 只是为什么会遭到暗杀 汤姆却一无所知 就在他想要用镜子茶 扛外面情况时 那个服务生竟没死透 拿出一根钢丝勒住了他的脖子 眼看就要吃子弹 肯特连忙丢出茶几西饮住一力 然后冲了过去 显然这两名都不是普通的服务生 而是杀手中的精英 随后肯特借助对方力道 一把将他顶住摔下了钩楼 接着迅速跑到柱子后面 可不等他反应 一颗子弹瞬间击穿门柱打在他身上 肯特在也支撑不住倒在血泊之中 此时小红受到他还有呼吸 汤姆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着毫无希望的局势 小绿瞬间崩溃了 小红也不想死在这里 因为他还有一个八岁女儿 这是毒风打来电话 询问他们情况 表示已经派了支援到对面大楼 并让他拿出镜子 可以通过反光看到正在清除目标 为了试探是否安全 汤姆丢出一个枕头 剑确实没有动静 毒风让他可以走出柱子看看 可他刚探出头就察觉到不对劲 对方怎么知道自己在柱子后面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对自己下手的竟是毒风 原来在汤姆提出退休想法后 毒风就开始这个计划 因为他不想对方会跑到别的组织 最终成为竞争对手 像这种活他们经常干 上次汤姆暗杀的目标也是想要退休之人 而这就是私营部门管理的方式 宁莎错不放过 此时面对毒风的威胁 他根本无力招架 因为所有通讯都被转移接听 根本联系不到外面 并且这栋大楼也被包围住 听到这里临近崩溃边缘的小绿 想要逃离时也被击杀 汤姆连忙拿出遥控器 却发现窗帘被玻璃卡住 根本移动不了 为了隐藏起来 他拿出水晶球砸下了监视器 随着画面消失 毒风也不能实时监控 这也让他决定拿出杀手锏 太出雇佣兵进行围杀 没多久汤姆便听到门外动静 但想要活下去 只能拿到桌子上的武器 简单调整后 他迅速向吧台奔去 再拿到箱子后 又一脚端掉电闸开关 而就在他组装枪之时 雇佣兵却打开了电梯大门 汤姆悄悄拧开罗斯 然后摆正狙击枪管 而顾佣兵已经来到吧台位置 可最大威胁却是对面高楼的狙击手 此时两人还浑然不知 随着枪声响起 顾佣兵对着吧台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可因为有掩体 汤姆并没受到多大伤害 一阵枪铭弹雨后 其中一人便要上前查探 不料被汤姆送了一餐头乳猪 伴随着烈火 烟雾报警器也被处发 汤姆抓住机会立马开始了反击 可就在击毙另一人时 小红却被对方挟持住 无奈之下 她只好假装放下武器 下一秒 虽然被偷袭 但汤姆很快调整过来 经过一番厮杀 第二批雇佣兵都被她一一解决 可危机并没解除 因为对面狙击手仍在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小红也明白这次想要逃出去很难 于是拿出女儿相片 如果遭遇不测 希望她能照顾 就在他们交谈之时 电梯门链响起 第二批雇佣兵再次杀到 汤姆直接杀进电梯与对方击站在一起 可她却不敢耽搁 因为里屋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于是抓住空档的机会按下电梯开关 然后再离开时拉开对方手雷的保险 一名雇佣兵想简陋 却被汤姆身后的小红开枪击杀 可她也随之暴露 被对方狙击手打在要旱上 汤姆彻底怒了 拿起狙击枪迅速上膛瞄准 子弹瞬间击穿对方脑袋 听着小红的托付 汤姆这一刻却是倍感无力 这是一声咳嗽传来 正是好友肯特 可时间前一枪打中几只骨 他根本不能动弹 如今想要逃出去难如登天 况且外面的杀手还在虎视眈眈 于是让汤姆自己离开 然而汤姆并没放弃 立马将他拖到礼物位置 看着真思被担 肯特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然而就在这时 一架无人机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 为了防止伤到肯特 汤姆只能转移对方注意力 目标丢失后 无人机也停止了射击 汤姆拿起狙击枪就往客厅跑去 正准备开枪时 却被无人机锁定 一颗火箭弹瞬间醒来 这一次他只能拼着速度来到阳台位置 然后抢先开枪 无料只是溅起一丝火花 看见他所在位置后 汤姆立马瞄准了下方的煤气管 可当他回到礼物后 肯特已经没了声息 旁边却是他刚刚给汤姆准备的降落伞 此时第三批雇佣兵已经沿着快速通道赶来 出于对兄弟的信任 汤姆拿起降落伞走到阳台位置 随后直接跳了下去 这一刻承载的不仅仅是希望 更是肯特兄弟的遗愿 不料就在这时 贝丹突然断裂 万幸的是 下方是一辆垃圾车 就这样成功地逃过一劫 一周后 汤姆主动联系了毒蜂 显然上次的围杀他不会就此作罢 此时毒蜂却没注意到 后面的响羽还已经将警告牌悄悄移了过去 等他走进洗手间后 汤姆伪装成宝洁也跟了进去 随后只听一声枪响 两名保镖立马冲了进去 接着汤姆淡定地走出卫生间 而这个小女孩正是小红的女儿 至此影片结束